台湾第36年 世界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第16届国家文艺奖 她是唐美云 出身歌子戏世家 父亲蒋武童为著名戏状元 为了台湾歌子戏传承 更成立了唐美云歌子戏团 虔诚佛教徒的唐美云 目前在大爱电视台制作菩提禅心节目 而她如何在佛法与传统戏曲间 找到新的生命火花 让我们一起聆听她的分享 好 非常的感恩今天的主持人 心意师姐 那特别特别的感恩 美云老师愿意一起来面对 您的忠实粉丝 谢谢 谢谢 这个是我们静思书轩呢 每一个月都有的这个心灵讲座 那今天的心灵讲座我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啊 老师真的好恭喜您啊 谢谢 您今年得到的这个国家文艺奖 是 真的实至名归 谢谢 恭喜恭喜 我今年对您而言真的是丰收的一年 因为不仅仅成就受到了肯定 同时呢 您自己所创办的唐美云歌仔剧团 也是创团15周年 对 那么您也推出了大戏 是 备受肯定 非常非常的恭喜 谢谢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 谢谢 可是呢 在这么忙的行程里面啊 您同时呢 还答应了大爱台的邀请 那么参与了这个七月吉祥月的演出 对 同时现在呢 要大爱台里面呢 制作 同时也演出了 菩提禅心的节目 是 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缘 让你能够下定了决心 能够参与演出 这是一个殊胜的因缘 我想 感谢佛菩萨也感恩上人 给我们剧团这个机会 其实剧团 从事佛教故事经典改编 在近年来 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刚好在今年吉祥月的时候 我们有接到一个命令 希望在中正纪念堂广场 可以演绎上人他的想法 七月是吉祥月 是孝庆月 是欢喜月 我想破除迷信 其实对现在的一般的民众 是很重要的 因为跟随家里面的人成长 我们信奉的是 一般的民间信仰 我们总觉得 七月是诸事不宜 其实殊不知 七月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因为只要你心存善念的话 其实时时是好时 日日是好日 我想对于孝庆月 它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 我们从经典里面 可以看到在佛开示的时候 希望借着七月这个吉祥月 让更多有孝心的人 可以来做更多善行的事情 把这些功德 回向于给我们累世的父母 或许做很多形式上的回向很简单 身体力行的话 应该是更能感动 所以是这么殊胜的音源 让我们剧团有这个荣幸 能够参与七月吉祥月的光目女旧母 很巧的音源 我们编剧建兴啊 他其实在前一两年 他的爷爷往生的时候 他其实动了一个念头 他希望为他爷爷做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感情很好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有一天 我在编写菩提禅兴的时候 刚好有这个音源 我希望可以为我爷爷写一个光目女旧母的故事 因为动了这个念头 这个种子在他的脑海里 有愿就有利 真的在今年 才一年多而已 这个愿 愿力就实现了 所以在这一次七月吉祥月影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您演的是鬼王 然后同时呢 当然地藏王菩萨的 也是由您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 你自己怎么去揣摩呢 这之间的差异 这还真是个功课 因为我从我演戏那么久 我还真是第一次演鬼王 因为其实可能传统戏曲里面 大概习惯于看到主角的扮相 应该都是俊男美女 所以一开始接受到这个任务说 我想要演鬼王的时候 这大概反对的声音 大概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因为他们觉得 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 应该是这样像人了的啦 应该是很恐怖的 可是我后来说服大家的理由就是说 其实很多鬼王 他是菩萨化身的 那因为在人间要有菩萨 在地狱更需要菩萨 所以其实鬼王的视线 他只是一个外表的形象而已 那这个形象应该是由内在的 就是说你看他长得就是 如果是奇名了 也是恐怖的 你就觉得他长得不好看 所以演这个鬼王的时候 我们在排练 我一直在揣摩当中的很多心境 他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点点地狱 引光木女去游地狱 还有见他母亲的戏 可是从一个就是威风凛凛的鬼王 问说是来者何人来到地狱 然后我到赞叹光木女 为了救母亲来到地狱 然后再来以一个善心慈悲之心引导他 所以这个心境从一个前面一个威风的人 然后到一个是这样子 这样孙孙告语人间来的人 然后到最后鼓励帮助他回凡事 所以就撇开了以前的那种演艺小生俊男的 那种风流倜傲的形象 完全演的就以一个是比较武生为基础的形象 所以在排练过程很有趣 就是前面在演的时候 白白我都排戏排一排 都会忘记自己是演鬼王 修仙的现会照出来 没问题 职业病 好 那个就是演一演以后 排一排以后就觉得 修仙的现会照出来 诶 想一想不对 我是鬼王 那鬼王应该是要稍微再威风一点 再严厉一点 那慈悲的部分呢在于后面 因为剧本写得很好 而且我自己对于《本愿经》的经典 其实也是相当的喜欢 其实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地震王菩萨 所以我们在前两年 才有演绎过地震王菩萨的故事 所以就因为有佛菩萨的慈悲 然后借着这次的演绎 让我们剧团所有的人 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本愿经》里面 《经藏演绎》的精神 美佑老师有没有想到 自己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因缘 您能够扮演了地震王菩萨 也曾经扮演过佛陀 您在那个当下 都是用什么的一个心态呢 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其实在演绎地震王菩萨故事的时候 完全是以人性为出发 因为陈菩萨 陈佛 其实都从人开始 那如果你把它太过神格化的话 其实跟我们是有距离的 所以在演绎地震王菩萨故事的时候 我完全是以人为根本去演绎的 对 美佑老师刚刚说得非常好 成佛在人间 所以她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演绎尊者圣者 您自己不仅仅是演 而且您也编 也倒 您的整个这样的用心 也反映在整个戏剧呈现上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光木女的时候怀抱着婴儿 然后跟她的母亲在对唱的那一段 那个好像就是戏曲里面的都男调是不是 都马调 前奏一气 眼泪就掉下来了 然后整个戏里面就有看到有法 可是也有情 在人间跟地狱之间这样的互相的呼应 这也是您的用心耶 是 其实完全演的都是地狱的景象 其实真的有一点会让大家害怕 对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任何事情以人性出发 然后以善心出发 以孝心出发的话 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美 变得善良了 所以当她犹遍了地狱以后再回到人间 我们要呼应第一场的开场 光木女的妈妈 在她光木女还很小的时候 在那边的阿光木女 那这个刚好呼应了雨前面 我们经常在说 生团生 人团人 白母恥我们 恨我们恨 所以就是会觉得说 当我们有那个心在 恨我们的生死的时候 我们还感恩 感念到我们的世大人 怎么以前是怎么在笑人 怎么在带人 那当然 希望借着光木女的后面的 快结束之前的那一个小动作 做的是跟妈妈以前在照顾她的时候 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小孩子不是她的 可是她是一样是疼惜的心 以妈妈疼爱我的心 我一样来疼爱所有的人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又出现了母亲 让她抱着小孩子 因为妈妈又来投胎为她的下人 悲逆的小孩 我想那种感动还有那一种 那种震惊其实是很大的 就是以前我妈妈是个夫人 她要吃什么山顶海味都有 你现在出现一个下人的小孩子 所以这个对她来讲 其实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希望 借着那一短短的小小的一场戏里面 可以让观众朋友去感受到亲情 那再来就是悲心跟愿力 其实每次我们只要排到那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哭到 而且起起鼻疙瘩的 不是只有我 就连那个石慧君也一样 他们就觉得说 赞叹地藏王菩萨 是何等的慈悲之心 然后发死大怨 所以我其实只要看到 很多环保志工 真的是很赞叹他们 我都会觉得说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可以如此这样子 歌流沉地 做得这样 欢喜得这样 做得还会唱歌 所以当你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哎呦 要做就是欲啊 就要欢迎有这个机会 而且要感恩上人 给我们这个机会 做环保不是为自己 也是为怕孙 诶 重点来了 其实他不是为自己 他是为我们的后代子孙 所以这个是多么震撼人的一句话 所以在上人的 不断地一直开示 我们身体力行的很多事情 确实是可以影响到 我们认识的 跟我们不认识的人 有怨有力 而且是付出无所求 因此才会有那个爱的力量 不过呢 您刚刚谈到的这一出戏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投入 然后呢 真的 演出了那一天呢 却不巧呢 碰上了大雨 而且呢 所有的剧团呢 跟美文老师呢 都已经上装完毕 但是呢 却因为大雨 而被迫取消了 那时候上人还打电话 来关怀大家 可是您却很能够善解 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接到地通电话的时候 我准备出门 大概下午两点多吧 我们的技术人员 在中正纪念堂广场 他们就跟我讲说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现场现在 余下不停啊 因为是露天的嘛 然后他们就说 问我说有没有备案 我就说好 我们的备案就是 你赶快叫我们第二组人 他们去准备地毯 雨一停的话 那就拜托我们的师兄们帮忙 赶快把地毯掀掉 就是我们怕因为已经都 都承设好了嘛 我们可以临时赶快去补上去 那他就问我说 真是要做哦 我怎么说那当然要啊 要不然你觉得呢 这是开玩笑吗 不是只有我们剧团 你只要看到现场 动员那么多师兄师姐 不是只有我们表演单位的问题啊 那个是多少人动员多少人 我说不能因为我们的关系 我们在麻烦别人之前 我们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所以他就说好 结果到了以后呢 后来就确定 没有办法要延期的原因是 为了安全考量 因为舞台上的整个 都是木板铺起来的 就算我们把地毯掀掉 再把新的地毯铺上去 还是会渗透 那我们知道光木女 因为她有地狱的那一部分 有很多身段翻滚的动作 为了安全考量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是很冒险 所以我们就协调以后就发现 就应该是要暂时停掉 所以当接到上人电话的时候 其实感恩上人的关心 那我其实又跟上人报告 我说其实会下雨 是在我意料之中啊 那他们就说 很多人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一直觉得 下雨是意料之中 我说因为我们这个吉祥域 是大法会 那大法会在进行之前 一定会有隆天护法先来洒净 那怨有多大 这个雨洒的就有多大 所以那天雨下那么大 就是表示我们慈祭人的怨大 对 你这是善解 没有没有 谢谢 所以上人就就 上人就说 好好 这样子善解很好 那时候 因为她其实是很关心的 也是很担心说 大家都准备好了 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顺利 能够圆满 所以我就跟上人报告说 请上人不用担心 我们都在现场等待着 那如果真的是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表示 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个 适合演出的日期 应该隔天才是最好的时辰 所以上人就很开心 他就鼓励我们 所以我们的团圆也是很辛苦 我也谢谢他们的配合 7月吉祥月之后呢 您又承担了大台的 菩提禅心的节目 制作跟演出 所以其实从您刚刚说到了 过去的传统戏曲呢 可能都是截取于 教宗教义的民间故事啦 中国历史啊 而且在舞台上 它可能是比较外放的 一种表现的方式 但是后来您呢 又用创新的方式呢 来演绎佛典故事 现在呢 又把它搬进了电视 这样一个小框框里面 其实我想他去诠释 演绎的方法 都各有不同的挑战 那是不是中间也是 经过了一番的谋合 您自己是怎么去调整的呢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说舞台上的演出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外放的 因为不管是在国家 戏剧院也好 不管是中正纪念堂的广场 露天广场也好 因为我们要从第一排的观众 到最后最后的观众要看得到 其实他的表演形态 还是要相当的靠我们以前 从小打下的那一种基础的工地 那电视的演绎的方式呢 因为透过画面呢 其实他的演绎方式如果 第一是因为近距离 因为直接镜头就可以掉到 就是把画面 take到你的前面 所以如果真的是太近 而且以舞台上太多的方式的话 会觉得有点小突兀 老师 你这样说我们揣摩不到啦 您要不要小小的示范一下 好不好 这个收放之间 你自己怎么揣摩的 好 就是如果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话 我或许我在这个大舞台演绎的话 我有可能我的演绎的方式 它需要大的 因为它整个大画面 它可能它就是长的 那我必须让观众很后面 可以看得到 清楚我这边的亮相点 所以我有可能 我在每一个亮相点我都是强而有力的 就或许有可能是 大 大 唱 我就是要让它看到我最后的 出去的那个力量 那可是我在电视的话 我怕这样子一下子 如果导播它刚好 take到我这边的时候 我会看到我咬牙切齿 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我有可能是它电视的方式的话 我可能会变成是 上 下 重点在 它稍微 稍微收一点点 稍微让它收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就画面上看起来 比较不会觉得太突兀 因为这样子看的舞台的方式 跟那个透过镜头看的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还好我觉得 庆幸有前面那一段的电视歌仔戏作业 让我在后期舞台上的表演 我可以融入更多不一样的演艺方式 就把电视的手法带到舞台上 那这个其实对我个人而言也是 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以前传统戏曲 不外乎就是锣鼓喧天 然后不外乎就是一定要很吵杂 那就是我借着不一样的跨界合作 从不同的表演团队里面 我们可以吸取到人家最好最棒最优质的演出 那再经过自己的最适合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们在自己创团十几年来 终于可以走出一条跟人家不一样的路 尽管说过去已经有了电视歌仔戏这样子的演出经验 但是呢现在演绎的是佛教的经典 所以它的庄严性更高了 对您而言也是挑战啦 那更何况就怎么样带着您的剧团呢 能够随着您的这样一个要求来做演绎呢 呃这个问题很严肃 嗯真的 因为其实就是说刚开始在 学习过程的时候其实是一大挑战 我所谓的挑战就是说不只对我个人 还有对我的剧团 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演绎 菩提禅心的故事 我希望要求我们剧团的人团圆就是吃素 因为呃在戏里面我们有演绎到很多故事 不管是戒杀户生 还是说很多善行孝行 甚至谈因果 这不外乎有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长养慈悲心 那长养慈悲心你要从什么地方做起 因为团圆跟我们合作 我们不可能利息休息会长的 我不可能队回他们家了 所以就是当然至少我能做到的就是 你一到我们现场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配合我们就是从这个吃素开始 那从去年底到现在呢 我发现还真的是我看到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说我看到我们里面很多年轻的团圆 他们现在已经自动自发的开始 不是只有来剧团才吃素 连他们日常生活都开始吃素了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其实也挺好奇的 我问他们原因为什么 他说老师因为我们在演菩提禅心里面有很多故事 就是吃了婚食 然后杀生以后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夜暴 所以他们就自己很害怕 他们就说自己都这样拌 万不利人要照我这样吃 后来我跟他同样要怎样 所以就说其实摄受的方式 其实是有很多种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是以一个不强迫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感动跟摄受比较重要 那他们愿意配合 我觉得就是有慢慢有感化到他们 这个是让我自己觉得 制作菩提禅心 还有参与演出最大的收获 因为观众朋友其实有点距离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们对于这些戏看完 虽然从这个FB上面可以了解到 可是我希望最确切落实的就是我身边的人 这个是马上感受到的 这个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说我祝福他们 对,如果能够因为演这个戏 然后他们就从此如数的话 我当然更高兴 那除此之外啦 因为要演绎佛法一定是先深入境上嘛 自己能够了解的有体会了 才把它演绎出来 其实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对您的团圆啊 整个剧团而言 是不是也有一些良善的影响 当然落实一件事情就是希望 以最简易的方式深入浅出 让观众朋友可以在短短的 二十几分半个小时以内 可以了解到上人的法 所以在演绎的过程呢 我们就做了很多改变 像为了菩提禅心 专程做了以佛陀为主的佛陀调 那这个就是专门为这个戏设计的 因为这有别于传统戏曲的那种热闹喧华 我们希望是一个庄严的 然后是一个让人家听了以后 心就会宁静下来的感觉的音乐 所以当我们在改变这个佛教经典故事的时候 我们从编剧开始 我们就不断的沟通 因为目前为我们写 菩提禅心的编剧 大概每一位都算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对于经典 还有对于上人的开示 他们都是 所以他们才能够了解说 怎么样可以在最简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把上人的开示的精神 还有他的上人的理念 还有佛陀的交易可以摆在西曲的里面 所以我想大众大概从来没有想过 只有大爱台真的是深具人文特质 他们现在所做的 大爱台所做的 然后就是上人所推广的 是最具本土的艺术 所以这里面当然除了有艺术成分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最佳的半个小时的心灵饗宴 非常地感恩美勇老师 也感恩大家一起来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